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黄天天 欢迎你回来我的频道 哎呦 镜头拉这么近 有点不习惯 没有刘海的我 没有头发的我 因为我把头发扎起来了 这个头发就是散在后面有点奇怪 像不像个男人 这样有点像个男人 我就想来做一个挑战 就是先画一边脸 然后给你们看两边脸的差别 给大家来看一下化妆前后的差别 好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先来上妆前乳 因为大晚上的我就不上防晒了 反正也没有太阳了 我估计得要化完这个妆 我卸了就睡觉了 手忙脚乱 手忙脚乱 我这个人就是只要一到镜头面前 干一些就是比较繁琐的事情 我就特别手忙脚乱 希望我可以慢慢适应这个过程 妆前乳呢 我妆前乳我怎么整个脸都涂了 算了 我已经忘记了 忘记我只用画一边脸了 妆前乳完了妆 我们就来画粉底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粉底的部分 粉底的部分呢 是这两瓶 它一瓶你们看是这样白色的 然后一瓶呢 是这种正常的粉底液 其实这一个粉底液的色号 这是几号啊 643 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深 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色稍微有一点点深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这个东西啦 就是它这一个 641是一个纯白色的 等于说是粉底液的调和剂 就是你家里只要有一些颜色偏深的粉底液 都可以用它来调和 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需要吧 就像我经常就是买粉底液买错色号 就是Servora里面的那些就是贵姐 给你推荐粉底液的那个色号的时候 基本上真的没有推荐对过 就一次都没有 所以说 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需要这个东西 他们都会就是 每次涂完他们就是推荐的那个色号 我就像一个18桶人一样 真的 巨黑 超级黑 创传工具我选用的是这种一次性的海绵 因为我觉得 嗯 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觉得方便 而且它上的底妆也挺服贴的 记得就是下巴 然后还有耳后这里 也要拍到 看一下 我一般是早上 九十点钟上妆 然后下午 四五点钟回家吧 有的时候我会忘记卸妆 所以说可能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去看我的妆容 我还是觉得这个粉底是很完整的 就是不会说很斑驳呀 或者是说 哎 有什么就是脱妆的现象 我觉得这都没有 在我脸上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而且我是一个干皮 我不知道油皮的小伙伴用起来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一个干皮 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粉底 你们看这个泪沟 泪沟比较明显 然后呢 有的时候黑眼圈也比较明显 黑眼圈的部分呢 我会比较喜欢用他们家这一个 稍微黄一点的这个色号 用来遮黑眼圈 它还有一个这个橘色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这种橘色 在我脸上可能有一点太明显了 就是我不需要那么橘的颜色 所以这个黄色是最适合的 然后呢 它这一个上面有一个刷头 这个刷头很方便 你只要自己这样挤一下 然后这一个 呃 修容就会 然后这个遮瑕就会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轻轻地把它 涂在这个地方 哎呦 你们看 掉我裤子上了 这就是我每次化妆就会这样 哦 涂开 轻轻涂开就好 再用一个这个比较浅一点的颜色 遮一下我的内沟 我内沟真的是好明显 我天 一直到下面 其实你的这个颧骨的地方 都可以涂一点这种比较亮一点的颜色 用来做提亮 定妆呢 我比较喜欢用那个散粉刷来定 然后我一般会用这个海绵头把粉铺沾 把这个定妆粉 弄到这个瓶盖上面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这个散粉里面的粉会有一点过多 但如果你把它轻轻拍到这个 就是这个盖子上面的话呢 就不会这么多 涂了这个散粉之后 你的妆会变得更细致 就感觉很高级一点 那个妆效 反正这一套搭配下来真的超持久 boygirl这个牌子在美国这边还挺火的 之前K妹推荐了这个牌子之后呢 就变得特别特别的火 因为主要是它特别平价 然后呢 其实产品基本上就都挺好用的 我用了这么多 其实这全线的产品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踩雷的东西 用Sigma的这个140铺一下就是底色 底色呢就是用这个 这样子打圈的方式 在眼头跟眼尾的地方加深一下 然后沾取它最上面这个最亮的颜色 在眼头中间 oh my god 大家看 这个光子哦 再换一个这样子扁头的很小的这种刷子 沾取这个颜色 画在下眼前 可能现在看啊会有一点奇怪 因为我眉毛也没有画 但是化妆就是这样子的 不到最后不知道妆效是什么 那之后呢我们可以拿一个这种蓬松的刷子 然后再把它外面这里晕一下 眼线的部分呢 先用一个眼线胶笔画内眼线 因为我的内眼线非常容易晕 其实外眼线也少 所以我会选择这种眼线胶笔来画 可以分段式的话就是把眼皮这样稍微拎起来一点 然后呢拿这个眼线笔这样轻轻的画在睫毛的根部 眼线画的时候就这样子稍微斜一点 然后贴着眼皮 尾的地方你可以先画一个弧度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弧度填满 一般如果我要贴假睫毛的话 我在贴完假睫毛之后还会补这个眼线的 所以说等一下可能还会再回来补一下眼线 我们可以先拿这个睫毛夹 把睫毛夹一下 这个睫毛夹真的是我最近用到性价比最高 最好用的一个睫毛夹 这是在淘宝上面有卖 然后呢这个睫毛夹应该是32块钱 但是它的使用感受跟直层袖的那个睫毛夹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看到我的睫毛了吗在这儿 好奇怪哦这种感觉 但是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睫毛的差别 这边就是要翘很多 画眉毛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的这个笔对着你的嘴 嘴角然后呢你的眼尾画到这上面来 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的眉尾应该在的地方 然后嘴角对准这个鼻 就是鼻翼 然后在上面这里就是应该你眉头在的地方 但是欧美的妆一般会稍微长一点眉毛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稍微坏的长一些 低一点 画完了之后如果你的那个发色跟我一样比较浅的话 建议大家用一个染眉膏 就是把眉毛的颜色变浅一点 这样子会更协调一些 出来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啦 这个鼻影色呢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种颜色 就是偏灰掉的 很多牌子有出过单色眼影啊或者是修容都是 这种颜色的 但是这一块说实话是所有这样子的修容里面性价比最高的 这么大一块才三十几块钱人民币吧 真的可以用超级久 你们看我鼻子这一块地方就真的是那个戴眼镜的印子 如果你现在没有戴眼镜 请好好保护好你们的眼睛 有近视的人真的很多地方都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LAGIRL的这个眼影盘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很适合做高公司的颜色 就是这个475里面的这个亮片色 真的非常好看 它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完全补货 可以给它上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瞬间提亮的效果 我用到的是一个这样子比较扁一点的刷子 修容我习惯就是从下面开始 这个地方 看这里有一个角 腮红呢我这次用到了一个这个珠光腮红色 就是你要少沾去一点 就是一点点 这个粉质非常的糯软 要往上这样推开 口红的部分呢 这次要用一个这个金属唇釉 之前很早很早以前就看到很火 就是有一些金属唇釉很火很火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颜色我真的觉得 恰到好处 就是它也不会就是过于日常 但是也不会过于夸张 最主要的是它的质地啊 没有很干 然后很持久很持久 我在嘴巴上就是 过一会之后就像没有东西一样 没有什么存在感 好接下来我把这一边的妆也补齐 让你们看一下就是一个全妆的样子 这是什么样子 不是这么香的吗 什么urylice 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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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人谈得 像是什么样子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